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心慌 胸门气短的这些问题 好 下面呢 大家跟着我一起来坐 首先我们坐在这里 把脚拿出来 在前面并拢 并拢以后 我们收回 要到这个姿势 膝盖 然后这里是微微弯曲 我们的屁股不要这样塌下去 然后保持身子 保持正直 用我们的屁股作为支点 好 怎么做呢 手可以放在我们的膝盖这里 好 把脚往回 收 收完了以后再放下来 好 再来 收 收完了以后再放下来 大家做这个动作 感受一下你身体的变化 好 一般情况下 你做个三五个你就会感觉到全身就开始发热 尤其是我们的腹部会开始越来越热 当然了 肚子比较大的做起来更累 更难受 腰痛的 肚子大的 减肥都有很好的帮助 这是一个全身都可以带动的啊 不光是熟动我们的小腿 好 大家坚持做一做 做多少下呢 你可以做三十六次 四十九次都可以 不要求一下子做太多太多 或者是你做了你的身体微微出汗也可以 需要的是大家坚持做 这么一个简单的动作呢 它可以活动我们的全身 给大家看一下侧面 好 脚收回 我们伸直嘛 然后慢慢收 收回来 基本上保持这个弯曲度就可以 因为这个时候正好我们的屁股作为支点 身子不要往后躺 挺直了 挺直 然后手可以扶着我们的膝关节 好 往回 放下来 慢慢的回来 再慢慢的放下来 慢慢的回来 再慢慢的放下来 好 希望大家坚持做 它有很多好处 今天就讲到这里 大家有什么问题呢 可以在下面留言评论或者私信 谢谢